佛教预言故事一百四十 后日时呼望不流泛 弥猴不得时大怒 去比丘加沙上树西列拜之 比丘奋此处生以杖垂 物重堕地 弥猴即死 树弥猴并来造幻 供与死弥猴到佛寺中 比丘僧之必有矣 则和慧珠比丘推问其矣 此比丘据说其实 于是造教自从今日比丘美食 皆当歌省流于以施如洞 不得尽之 弹乐盖饭由此为时也